这个男人当牛坐马16年 老头接触 于婚后天将神豪系陈走上人生巅峰 上集说道 我带着范龙想要收购生活区的两百套房子 却被三位老头看不起 小朋友 你这一开口就是要买一两百套房子 怕是闲着没事 拿我们三个老头子寻开心呀 你要是诚心想要我们帮忙 我们肯定会尽力帮你 但你要是拿我们当傻子玩 那是我不奉陪了 我连忙解释 几位老领导稍阿勿躁 以各位的身份我肯定是不敢骗你们的 不瞒几位 我们这一次确实是打算在铁路生活区收购一批房子 对于这边的房价我们也有所了解 资金方面不用担心 你真准备收购一两百套 没错 今天请三位领导来 就是希望能够靠三位的号召力 让我们的收购顺利进行 铁路生活区的房价 我早已做足了功课 这一片的房子大多是单位集资房 面积的话一般也就是80多平方米 成交价通常不会超过50万 买这么多房子 你们图什么 我很看好铁路生活区 感觉这里进行改造是迟早的事情 现在买了等回头一拆迁 那不就赚大了吗 小伙子 这些年抱着你这种想法的人 可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给你好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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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